大家好,我是小影 本期视频我将带来猛男诞生记 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 村里的一位三十多年成年老广妇跟平常一样 在将军庙前喝了点烧酒 对着雕像抱怨自己空虚寂寞了 想雕像吃给自己一个男人 与他做不可描述之事 但抱怨了三十年,连个蛋蛋都没摸着 老广妇恼羞成怒把鞋子砸向雕像 结果雕像掉下了一个神器 老广妇自言自语,这东西又长又粗 特么用在什么地方呢? 神器突然像月光宝盒一样 一阵白光电闪雷鸣 伴随着腾云驾舞的感觉 一大波穿着家大麻紫尿裤的猛男 天神下凡对着老广妇就是一顿千人掌 这次被报到了当地政府 两个官员只是调侃觉得这事很荒谬 其中一个官员也很好奇 特么用在什么地方呢? 接着一大波猛男出现 两个官员惊呆了 接下来的你们懂的 接着神器就自己飞到了街上 被一个少妇捡到 少妇邪恶的说 这东西长得好饱满哟 特么用在什么地方呢? 随后天神再次下凡 30秒内一大波猛男到达战场 猛男扯下纸尿裤 开启了太日天模式 连拿母鸡和山羊都不放过 村长老也被拖了进去 一阵操作猛如虎 之后村长老把神器放到酒缸里 埋进了将军庙叼向前 防止有人再悟出咒语 让自己菊花不饱 就这样一直过了很久 村里男性越来越少 女性越来越多 可能是阴气太动 女人们变得越来越强势 渐渐的村里被女人统治 男人们都只能猥琐发育 沦为被调戏的对象 说到这里 我们的男主角小强马上登场 登场前我们先聊聊他的男言之隐 小强有一个哥哥叫做大强 之前两兄弟是靠卖切膏为生 哥哥负责表演帽子戏法 弟弟则负责卖切膏 但是一次意外 哥哥大强不小心把火点到了 小强的裤裆命门处 随着火势逐渐增大 附近又没水 情急之下 大强用风神腿狂踹小强裤裤 但是威力还是不行 实在没办法 大强众生一跃 拾出四川一九的佛山舞影角 伴随着旺仔小雪书般的清醉生 小强兄弟受了中山 某天晚上 小强卖切膏路过一户人家 结果被一个女人强行偷入 拿走了他的遗血 而这个女人就是老寡妇 之后老寡妇嘲讽他 说他下面比蚊子嘴还小 然后良长而去 后来在老寡妇金牌讲师面前 村里的女人都知道了 所以小强很自卑 但他很羡慕自己哥哥大强啊 因为大强下面有爵士神器 村里人员都很崇拜他 想到这些 小强有点恨自己的大哥 因为他现在这样子 都是大哥一脚造成 小强闷闷不乐 在山坡上小姐 旁边前来的虾子郎中一上来 就让小强惊讶不已 这简直就是水建柜的高压水墙 虾子郎中听到一旁 喵喵的声音就认出是小强 可想而知小强的小兄弟 在村里有多出名 这天夜里在村口池塘边 两兄弟偶遇野生美女佳佳 佳佳讲得很漂亮 让他们神魂颠倒掉进了池塘 之后佳佳的事传开了 村里一些金虫善老的男人 就会去偷窥他洗澡 因为佳佳一个鞋子掉了 所以这些男人找到理由接近他 大家就开始花式水上表演 佳佳的美貌太糟 村里男人喜欢 村里人与人嫉妒死了 想要教训他一顿 就在这时候 大强挺身而出 上演英雄救美 顺便带他回家 准备娶他做老婆 小强知道后 不打物状救起的村长老 村长老听了小强的倾诉 知道他的痛处 于是霸恩告诉他 将军庙雕像附近里 埋了一缸好酒 喝了他 你就会老二超进化 让你从政雄风 光中绕煮 但只能喝一小口哦 否则将会给村里带来灭顶之灾 小强哪里听得到那么多 他一口就把酒全喝了 然后在酒精的作用下 睡了过去 等他醒来后 发现全国陷入了战争 大强带地他上了战场 回到家 看到嫂子佳佳的样子 小强裤裆开始燥热 非常刺激 为了发现 他一口气劈完所有材 一口气把吸水喝干 然而发现自己下底 胀得要爆了 此时 虾子郎中刚好经过 闻到三里起的火 他就说 我一泡尿就可以解决 这时小强又在他旁边妙尿 他想再一次嘲讽小强 谁知道接下来的一幕 把小影都惊怠了 之间水龙在空中划开天际 小影屏幕都颤抖了 水龙把山山的火浇灭 龙头一转开山及时 改变瀑布流向 最主要小强小手一抖 还可以浇灭太阳 不久村里的女人都知道 小强裤裆下的秘密 一个个饥渴的钥匙 想要勾引这个村里 仅剩的燃人 最后在酒店老板诱惑下 小强让他知道什么 才是变形金刚 村里其他女人知道后 慕名前往 连夜排队职位 与小强做不可描述之事 结果小强的神迹 惊动了国家外交部部长 部长派人抓他回去 然后告诉他 一些老外想要搞我们 这样以来为了就是和老外比赛 看谁的小兄弟比较刚 谁更能扛 赢得就能让你个个回来 不用上战场 然后小强当然是完胜啦 毕竟黑人神气 在小强眼里就像一根牙签 当然可惜的是 大强暂时杀场回不来了 这样小强伤心欲绝 一个人关在屋里不吃不喝 这时候小强发现 少知家家身体烧的痛苦难耐 下子郎中告诉他 因为家家身体 寂寞难耐憋太久才会这样 需要赶紧让身体向温 不然很容易会挂 但最近村里闹汗灾根本没有水 所以只能用另一个办法 就是让小强与家家双修 小强很纠结 哥哥大强尸骨未寒 现在要跟家家坐这不吃之事 小强内心饱受煎熬 但救人要紧 没得选择与家家双修吧 事后家家满血复活 而且胃口大开 还叫小强老公 接着村长老发现村里发生汗灾 是因为小强把将军庙的酒全喝了 于是打算把小强抓起来 建计给母熊神交配 来化解这场灾难 碰巧此时家家被查出怀验 而且病情又发作了 又需要降温 否则一失两命 小强知道后觉得很内疚 因为他不能再对不起大哥 所以主动喂了熊 此时的大强回来了 他在战场没有死 只是失去了一条腿 大强告诉大家事情真相 他出征前就把家家让给了小强 所以家家不是嫂子 一直是小强的老婆 大家知道小强为了救自己 以为小强去喂熊挂了 但其实他是在和母熊座不可描述之事 并且成功求道语 直到自己被熊抱的小强 当然没脸回村子了 小强走之后的第二天 村民为他举办了葬礼 小强离开村子 不久后 村里和小强刷修过的女人 都怀孕生子 而且他们都继承了小强的优点 他们站在山坡 面对太阳 眼角长寒泪水 一口同声的喊着爸爸 解开裤裆 扬言要浇灭太阳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 各位小伙伴们 如果你是男主角 你还会回到村子嘛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那想看更多有趣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期见